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美国基地珍珠港得手 美军毫无戒备 其太北洋舰队除三艘航空母舰外 几乎全军复活 死伤官兵四千多人 珍珠港遭受偷袭后的那个晚上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了一句 我们总算赢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特别小 你看看 英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 连他们都在背后算计美国人 恨不得把他们扯进战争 更何谈当时与日本苦战的中国政府 从这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理解 美国人不相信我们中国人提供的情报 当然 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严宝航接连传送出来的情报 其巨大的战略价值 连当时的共产国际都十分震惊 当然 情报越是珍贵 也就意味着严宝航所面临的状况更加凶险 所以严宝航小心翼翼 据严宝航的儿子严明傅回忆说 当年周恩来同志常常到他家里和他父亲密谈 他们都是在二楼的一个密室里 没有朝外的窗户 他们当时在里面谈什么事情声音都很小 有些事情连谈都不能谈 只能够在纸上写 写完之后 他们就把纸撕碎 然后扔到滩云里面 等他们离开后 他妈妈就把滩云里的东西倒进马桶里冲掉 静悟 小心再小心 严家老店还是被国民党特务给盯上 危险正在向严宝航洗 1942年5月 国民党政策书局管理处副长徐仲航被军统带走 投入了扎子桶 军统秘密调查显示 徐仲航很可能是共产党 而他恰恰知道严宝航的真实身份 半夜的时候 我听到楼下有响声 是木头敲击地板的声音 爸爸一下就猜到了 这是周副主席的积药秘书来了 因为他的一条腿是木头挫的 每次他来都代表周副主席马上就到了 周恩来的突然到访 让严宝航更加意识到形势的危机 周恩来指示严宝航情报小组 必须马上撤离重庆 严宝航没有选择离开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全力营救徐仲航 爸爸说 我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甚至牺牲 这一次呀 老颜跟上层的关系发挥了作用 他跟国民党元老李继生 打了一个电话 老颜说 这徐仲航 那是我多年抗制的老乡啊 他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如果太小了 优优独立账 потр双 如果太小了 撤离了 撤离了 谢谢观看